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操作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做苏格拉底方法的 真的我们要来试一下 要求对方定义那个keyword 哎呀我最近觉得好烦恼 那你给我告诉我 怎么叫做犯 怎么叫做犯 哎呀,我最近觉得很无聊啊,那我请你给我定义,无聊是什么意思,那好,那因此在这个定义下面,那你觉得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那定义,所以这个是定义要求对方定义用语,那定义的时候我们要去检查,它的定义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有效,那我们在逻辑的时候已经跟各位人讲过,定义要有三样东西,记得吗? 定义要有三样东西,第一个,不可以存否定,对不对,不可以存否定,就是说你这个定义啊,如果说,我的定义说,我说人是什么,这是肯定语气,否定就是说人不是什么,所以我说人是什么,你就说不是猪不是牛不是养活,这样这个定义就无效,对不对,不真嘛,因为不可以存否定, 这样懂吧,第一个,第二个,定义要干嘛,定义要能够还原,还原,当我说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你还原要说什么,有感情的动物是人吗,那就发觉不能还原了,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说,因为当我们说,这个被定义词跟定义词啊,要完全一致,就是主词跟位置要完全一致,所以当我说人是什么,我说人是有感情的动物,那我就反问,有感情的动物是人吗? 就不一定了,对不对?因为除了人之外,有一些动物,那也是有感情的,所以我说狗狗的感情比我们人更强,所以这个是要能够还原,第二个,第三个要记住,定义要什么呢? 要用本质性定义,不可以用描写性的定义,描写性,描写性的定义说,人是什么呀,人是有两只手两只脚的动物,这叫做描写性定义,这样的描写性定义是不合的,为什么? 当我们说,人是什么,人是有两只手两只脚的动物的时候,它也违反了一个规则叫什么?它不能够还原,对不对? 而且问,有两只手两只手的动物是人吗?也不见得,所以它不是本质性的动物,所以它能够还原的话,基本上它都是本质性的动物 所以各位同学,这样懂不懂这三样,要求对方的定义用语,定义的用语,就是要清楚知道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这是操作方法 第二个,讨论,探讨,推论的过程,你怎么会从这个前提得到这个结论的呢? 我今天早上坐公车到学校来,在路上看到一个爸爸打小孩,把小孩打得好厉害 所以因此我的推论就是,结论就是说,凡是爸爸都是会打小孩的 这时候我就问,你怎么会得到这样一个推论呢?你根据什么数据呢? 为什么你又会,说你只看到一个爸爸,你在公车上看到一个爸爸打小孩 所以你就推论说,天下的爸爸都是会打小孩的 那这个,这样的推论过程就发觉有问题嘛,对不对? 所以这是第二个,探讨推论 第三个,要为自己的论点找到证据 为自己的论点找证据 比如说我主张,比如说这个,我是一个主张基本人权的人 假如我,那我要为我的人权,要找到证据啊,说什么样的证据 所以最近各位看到没有,那个虐狗啊,虐动物啊,很厉害,对不对? 所以最近好像政府又想要台北市又要定一个什么条例 那说你如果虐来动物的话,要怎么样怎么样啊,他就管理条例,他有规定了 就是那,就为了知道,养宠物啊,本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现在变成一种责任,蛮麻烦的 我后来自己发觉我们家以前养了一条狗 那我觉得压力蛮大的,为什么? 因为,因为你每天都要带牠出去走啊,对不对? 要逛啊,牠的便便你还给牠亲呢,对不对? 那过来到人家就说,别人看到会说你没有功德性 然后呢,你狗狗每天常常要给牠洗澡啊,因为牠会有 因为牠常常跟地面接触嘛,那常常会有狮子进到身上 那狮子如果你不给牠亲干净,能就会有狮子,长狮子 所以很不容易啊,所以你要,后来我们家这只狗一孔活了十六岁 十六岁大概就相当于人的一百多岁了,对不对? 后来牠就,后来牠走不动了,实在是走不动了 后来有一天我就看到牠躺在那里一个,哦,我大概差不多了 天年已终了,所以我就帮牠去送到那个动物医院 然后我就给牠,我说你会帮我处理吗? 牠说会,我们会处理的,因为牠说,后来牠们帮我诊断 因为牠说,最后走的前三个月,我帮牠去看 帮牠带医院去看,兽医院去看,那牠就说,这个 牠说,这条我实在太老了,心脏已经无力了 反正牠说,他医生就跟我讲,兽医生就跟我讲 反正你回去带牠,带牠后来呼吸,喘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你带过来,我们就帮你处理掉 牠说,狗狗很重耶,抱着牠从家里到兽医院不静的 所以一边抱一边冒汗,很辛苦,然后狗狗,很乖 因为牠已经没力气了,送到医院的时候就寿医院 他没有正气,因为他没有正气,没有气,寿医院 所以后来当然送去的时候,后来我就写医院给我女儿 那我女儿就好难过,陪着牠趁16年 大概16年如果喂一个25岁的小孩的话 9岁就开始牠陪嘛,对不对 就是很有情感,非常有情感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那现在台北市要找证据 所以我们就说,你越来动物,因此我们就要处罚你 那最近跟我们发觉台北市有些狗啊,牠身上有晶片 后来牠们要遗弃这只狗啊,把牠身上的晶片挖出来,然后遗弃 那狗狗身上就,就怎么样,就溃烂,伤势就溃烂 所以人家都觉得,怎么那么残忍 所以我们就发觉,为这一份人,那我们就问 那我说,我是主张基本动物权的人 那现在请问,你的动物权的基本的观点,论点是什么 那你为什么要主张,说这个要爱护动物呢 那你就开始问他这样的问题 所以各位同学,有没有发觉这三样,有没有 这三种方式,好不好,我们先来做看看